印度与巴基斯坦两国的关系,一直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。 双方的举动都要十分小心以免造成误解,引起不必要的争端。 不过近段时间,这两国可又不太平了。 一起自杀式袭击事件,造成了数十名印度警察的死亡。 一时间,双方都又处于风口浪尖之上。 而多种迹象表明此事与巴基斯坦多有联络,印度似乎也是这么认为的。 看来,巴铁这次是怎么也喜不清嫌疑了,双方必然会有冲突发生。 根据最新的讯息,目前,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冲突,已经正式开启。 昨天的时候,几家印度的幻影战机进入巴控克什米尔地区。 虽然双方在战果方面各执一词,但是很显然,双方的冲突将在所难免。 未来几天的局势会更加紧张。 据悉此次造成44名警察死亡的,是一起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活动。 发生该事件的地区,为印度的实际控制区域。 这次的袭击活动,造成了大量人员死亡。 自然是让印度感到十分的愤怒。 现在正是印度议会,即将进行选举的时刻。 因此,印度总理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,来回应此次自杀式袭击。 根据媒体报道,莫迪已经正式授权了军方可以自行决定,如何进行适当的回应。 虽然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此次事件与巴基斯坦有直接的联络。 不管是恐怖袭击,还是政府所组织的。 但是印度的直接矛头,确实指向他们的。 双方一直以来都对该地区的主权问题,存在著巨大的争议。 以前也经常有双方部队交手的事件发生。 此次发生的袭击事件。 印度第一反应,当然是与巴基斯坦脱不了干系。 因此,他们必然是会做出必要的回应的。 两国相邻,并且都拥有住核武器。 因此,双方也都是互相借贷。 印度必然也不会做出过于激烈的行动,来对此次事件进行回应。 但这并不代表此次巴基斯坦能够全身而退。 两国的人民本来就都互相有助仇视。 此次又死亡了如此多的印度警察。 其国内必然有助巨大的愤怒。 因此,莫迪政府必然要做出一系列的行动来进行反击。 同时维护政府形象。 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? 我们还不得而知。 如果双方能够冷静下来, 及时查明,真相再做出相应的举措,自然是最好的。 如果依不冷静地做出过激举动,对于双方来说,都会造成更为糟糕的结果。 对巴基斯坦来说,可能他们也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 印度这次吃了如此大的亏,必然不会善罢甘休。 关键是印度很有可能就是认为此事乃巴基斯坦所为。 这下把铁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 接下来只能看印度,将会做出何种回应? 及时找到应对措施。